你没见过的小卧室设计 小卧室长3.4米 宽2.9米 老妈理想中的公主房是这样不居 住不了两年过后 就被慢慢长大的女人 嫌弃她太远之 又要成一装 妈妈亲眼瞬间就破房 不如这样改 不同阶段的孩子都喜欢 一 用住心方管做框架 横竖交叉焊接 端头立柱做支撑 找二舅妈借几块钱 买几根膨胀螺丝 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上 外包几块石木面板更环保 上面再盖上透气的排骨架 网上淘个1.5米的松软床垫 就是床 靠墙贴软包睡觉才舒服 闺女每天在上面开心跳芭蕾 这个床也纹丝不动 床头木式面隔断 中间抠几个洞 通风采光又透气 二 床的侧面书架作为档 上面高考复习资料随便放 安装玻璃门实用有颜值 下面做活动书桌 拉出来使用也很方便 闺女清华北大随便好 推进去也不占空间 三 床边两个木盒做台阶 下面的抽屉收纳闺女的内裤和内衣 上面的抽屉收纳孩子的臭袜子 床侧面非常重墙体挖一个洞 木式面贴面 代替床头柜 睡前养成阅读好习惯 开关插座装床头 关灯不用下楼梯 看手机刷视频也很方便 床上高度1.9米 老妈和闺女在上面来回走动 高度也足够高 关键不碰头 四 床底高度0.9米 做两个带滚轮的抽拉柜 前面柜子收纳孩子不常用物 后面柜子收纳孩子换季的衣服 也非常方便 关键托拉不备离 五 找二舅妈借个雷神锤 敲掉一半开发商 中的二次的墙梯 扩大衣帽间的空间 给闺女做个倒顶的大衣柜 上面换季的后面被全放下 下面全座挂衣区 挑选衣服一目了然 安装黑色推拉门 使用颜值高 六 木式面坐拱形门洞 画分区域 嵌入现行感应灯 半夜起床不摸黑 靠墙贴满墙小黑板 发挥孩子想象力 地台上放个软垫就是娱乐区 孩子还可以坐着安静的看看书 记得窗帘要安装在窗户里 更节省时间 这样的卧室 满足不同阶段男孩女孩的需求 功能画分明确 简单时尚不过时 七 也许你觉得这个设计还不错 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 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